女人不爱你把你当备胎才会在乎这些事 心已无在我在回忆里等你写过这样的一句话 有些女人她可以要的很少 不在乎她一无所有 不在乎为了跟她在一起要克服了多少困难 但是她同时也要的很多 她要那个男人全部的真心 如果没有宁可放弃 女人若是真心爱一个男人的时候 她不会对她提出太多的要求 她只求男人的真心而已 可终究不是所有的女人在感情里 来来去去只为求得一颗真心 有些女人爱情对于她来说 只是生活的调味剂 她想要从男人那里得到的 永远不止爱情那么简单 男人要知道真正爱你的女人 是不会在一些小事上斤斤计较的 因为她早已把你当做自己人 对自己人是不需要在意太多不想干的事情的 如果女人不爱你 把你当备胎才会在乎这些事 在乎你为她花了多少钱 一个对你没有情的女人 在乎的只有你的金钱 她根本不会为你考虑 你花多少钱她都不在乎 也不会心痛 但是她会把你挥霍的钱当成一种快乐 这样的女人 你应该能感受到 她对你没有一脸情分 一个真正在乎你的女人 不会把你当成摇钱树 她会做的是事实为你考虑 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真心爱着你的女人 她能深刻体会到你赚钱不易 她也能体谅你工作的辛苦 她更在意的是你对她的情谊 而不是你为她花钱的多少 只有对你没有感情才把你当作一个备胎的女人 才会这样折磨你 在乎你能不能随教随道 女人在乎你能不能随教随道 是因为在她心里你是一个可以使唤的备胎 她不爱你 但是她也不想失去一个可以随意吩咐的人 所以她既不直接拒绝你 但是她也不会客气的麻烦你 若是一个女人只把你当成一个不重要的人来安排 让你去替她做她不想做的事 或者她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 在她不需要你的时候 就把你一脚踢开 那你在这个女人的心里一吻不直 爱着你的女人是不会这样对你的 她尊重你 更心疼你 她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会麻烦你 因为她想做的 是一个能够和她一起面对困难的人 而不是只会向你作曲的人 在乎你的地位和权势 现在的爱情已经不再讲究门当户对了 现在追求的模式是恋爱自由 只要两个人性格合得来 心意相通 就会好好的和对方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遇到女人只在乎你的权势和地位 从来不跟你讲感情方面的事 那她只会是在利用你 只有你的背景好了 才可以让她得到好处 别傻了 你就是她的一个备胎 在那个爱你的女人眼里 你的地位和权势并不重要 你有 她也不会贪慕 你没有 她会和你一起奋斗 这才是爱你的女人会有的表现 男人要明白 在乎这些事情的女人 从来就没有真正爱过你 可是一直以来你在她的心里都是一个备胎 她根本不会考虑你的感受 也总是忽略你的存在 这样的女人 你还是不要再对她执着了 你的感情那么的炙热 值得更好的女人